聊到了美中之间 他们现在双方其实都有希望能够暂停的 祥和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为什么中方现在基本上就是拼经济了 现在传出说习近平呢 在今天在上海这边来视察 重点就是要提振经济 那当然他到了老板道 大老板道要宣誓的就是一种决心 恢复经济成长速度的决心 特别是他在主持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就有提到了 在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经济的重镇 他希望能够带起高质量的发展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往几年中美贸易战 现在看起来其实中方并没有完全的被压下来 那下一波你说引擎在哪里 现在传出他的秘密武器可能就在长江三角洲 比如说上海证交所他推出了G60科创走廊指数 想要打造中国的纳斯达克 那其实上海前一阵子对大家最讨论度高的是什么 是上海进博会对吧 现在这个上海推介会也到了纽约这边来亮相 希望扩大全球的朋友圈 就是把生意越做越大 那彼此之间的能够往来交流 其实在这一次的上海进博会 为什么讨论度那么高 原因是因为真的创很多的纪录 包括来的企业数来的国家数跟规模都是超越以往的 现在其实在波音这个地方也有设公司了 然后特斯拉也有设厂了 甚至很多外资在2023的前十个月投资是已经就来到了年增百分之三十二点一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值就让大家开始来思考 是不是大家真的是像美国媒体说的离开中方 还是说其实发现中方他们一个内需 还是有他的市场魔力存在 其实他们现在希望把整个市场整合起来 那当然公共建设非常重要 目前在看到的是全球首例 这个叫做海底长城 这真的是蛮厉害的 叫深中通道 它是连接哪里 连接深圳市 还有中山市以及广州市南沙区的一个桥梁 那除了到了岛之外 它会直接往海下走 那所以才会被称为海底长城 这样的一个公社基本上要强化 就是珠江三角洲这里的深圳腹地 那另一个部分则是 他们也要开始来这边搞更多的活动 比如说你也看到了海洋经济博览会 国际海洋洲等等 希望让更多人能够来到这个大湾区 习近平就讲了 它要把这边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 也就是过往上面的长江三角洲 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有点饱和了 那往南这边走 希望让这边变成另一个大的一个区域 发展动力 因为现在在深圳 其实是很多大陆企业总部的汇集地 比亚迪华为总部通通都在深圳 比亚迪呢 现在全球都在看它 因为它从第500辆到第600辆只花三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第600辆的电动车也要出来了 那华为这边更不用讲了 他们成立了智慧汽车的新公司之后 开始在找各帮人 一起来把它这个公司体制给壮大 变成一个所谓的华为系 而目前有影片曝光了 来看看华为智介的S7 这个叫做无人代客趴车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方向盘正在转 但是真的没有人 好 他告诉你 这个就是现在 在他们华为的S7的一个智能车 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 自己把车给停好 回过头 当他展现了这一些的所谓的能力 实力之后 要怎么样来提振经济 这就是一个 让大家现在都在看 今年到明年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经济成长率 维持到一定的数额之上 很重要的关键 请教委员 大陆上要发展所谓 长江三角洲的G60计划 为什么叫G60 因为他大陆上的国道 喜欢用机制做开头 所以第60号国道 沿线的 包括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这沿线的几个城市 要打通他的交易 运输 各方面的管道 形成一个新型的 更加现代化的 一个长江三角洲的 一个企业的集群 不只想到什么昆山 江苏 要把合肥 嘉兴 全部把它绑在一起 要把它建设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这个构想应该的规模 不会输给大湾区的一个计划 虽然它的基础建设 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 可是要把它升级成一个 现代化的科学圆区 还是有努力的空间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时美国马州以马省理工学院为基础 也沿着128号公路 创建128号的科技园区 然后史丹佛大学 沿岸搞了一个矽谷出来 两方面几十年下来 128号公路输了 矽谷起来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128号公路开放性不够 太过于传统式的一个运作方式 而史丹佛大学搞矽谷 有点说放牛死草 尽量开放 金融体系 创业 投资体系 各方面尽量开放 结果开放了以后就优胜劣败 这自然演化现在变成 只要提到矽谷 这是全世界顶尖的公司 都在那边成长出来的 大陆要把G20的时候 也要记住 美国马省128号公路 起来碰到挫折 卡住了 停滞了 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但我们相信他 知道128号公路怎么卡住了 G60应该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现在就是如何在 中国中部创建出 世界一级的科研单位 世界一级的科研大学 虽然有中国科技大学 已经在安徽落了 但是在整个科研 还是有待于升级 还是应该北有清法 南没有深圳大学不对 中间也要有上海 更强的科技单位 因为一个科技单位 没有大学真的撑不起来 像矽谷如果没有 史丹佛大学的话 那只能丢到那边 摆的样子而已 现在中国大力的争取外资 有人说中国有这么多钱 干嘛争取外资 我跟各位讲 投资这种行业 跟贸易是两样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些行业就是 比如说 是你将军比较行 他来投资来 对我来是好处 可是有些行业他那边 是我去投资 军火 我举例 就是不是 投资不是钱的问题 有些人就是比较善于 经营某些行业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结偿补短跟贸易一样 所以为什么投资 要相互投资 有些我来投资就不赚钱 你投资就会赚钱 因为你会经营 我不会经营 或者你有客户 我没有客户 差就差在这里 所以如果说 这个尽力的去争取外资 不是中国没有钱 而是中国可以争取到 更大的做生意的机会 更多技术整合 技术发展的空间 这一点中国大陆很努力 反观台湾好像处在停滞的状况 也是很丢脸的 深中隧道当然是 大湾区很重要一个计划 应该很快 但是我更期待的是 什么时候有两岸长城隧道 让高速铁路 能够开到台北来 那这样两岸你就不用 赵少康担心的会打仗 这个是更加具体的一个作为 华为走路汽车 华为做什么都赚 就做汽车赔钱 因为华为错了一件事情 他让比亚迪 让很多人觉得 他是未来的竞争对手 所以他做出来的 这个车辆 这个控制系统就没有人要用 现在好像跟长安汽车 开始说 长安汽车你做 我只卖你东西 华为终于想通了 为什么微软可以做出天下来 因为微软不做这个电脑 大家不觉得他竞争对手 华为要进入汽车市场 你其他的汽车厂商 就不会买你的东西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华为搞个十年 终于想通了 我们先进一家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请 专家电评 我们刚刚讲到了 中方现在基本上 疫后经济大举的 希望能够把整个经济 大大拉提 那他就讲了 长江三角洲这边 他有一个秘密武器 也就是上海证交所的G60 那在这个珠江这边 则是看到了一个海底长城 然后开始有一个新的区块 形成了 请教老师 中央统筹全局的一个发展 可是这样还不够 但是你地方各省市 尤其是直下市各地方省 如果是个别自己的发展 彼此之间有时候会相互抵消 甚至会错失掉很多 这些可以合作的这些空间 所以中国大陆的 本身的剥划里面 就把区块就把它形成了 例如说你刚刚提到的 那就是珠江三角洲 整个沿线系统 另外就是长江三角洲的 整个沿线一直到湖南湖北 甚至连江西的北部 一直往内沿 就是沿线下来就是一个省市了 然后在北部里面 像天津河北北京这样子 然后大东北这个地区 就是把它形成整个区块的一个发展 那你整个区块的发展就不能够是 各省市自己走了 所以一定是中央同筹了 那现在很明显的 因为例如说在上个月 10月12号吧 我还记得那时候习近平就去了南昌 到了南昌就谈到长江三角的 整条流域的一个发展 那现在就到了上海 因为上海是龙头 然后把这四个 就是三个省 一个市把它串联起来 来带动整个长江沿线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一下 就是中央把它统筹出来了以后 各省就要开始推动了 而推动里面他们进行的 就是区块间的融合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你本来你是浙江的一个商人 那你浙江的商人 你今天想到江苏 把你的这个点设在那个地方去 例如说你的企业 营印总部或是有个营销点 要放在江苏 你变成你要跨省去办理 那跨省办理就需要时间去跑 那去跑的时候就不方便 那他们过去来讲 他们有统计 大概要七天一个证照才能下来 可是他们把这个三省一试 把它融在一起了以后 一天整个公文层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说他们采用一种 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对接的一个方式 那这样的话就缩减了 所有投资者他们本身 企业经营的时间跟 我们只讲这样一个案例 那当然交通大动脉很重要 刚刚郑云兄讲的交通大动脉很重要 但是交通大动脉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处理的速度 是非常的快的 不管是海陆空的一个发展 是立体的一个整合 但是现在要做的就是区块 用区块间来推动 整个经济密脉的发展 要加速了 要发力 是 好 在这整波的经济 整个动起来的状态之下 可不可以能够看到 明年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势发展 等等广告会我们请将军帮我们总结 最后我们要请立将军帮我们总结 我想讲一下中国的海洋 这个发展 这是海洋博览会的发展 我们要照你摊开全世界各国的地图来看 你会发现说全世界最适合 海泉跟陆泉同时发展的 这个地理位置最好的就是中国 因为它面临的是海洋 还有连接的是欧亚大板块 这块陆地 所以它一方面面对着海洋 二方面面对着大陆 所以对它来讲发展海洋 是比美国还有力的 美国因为面对两大洋 这两大洋要到欧陆板块来讲的话 其实都有很长的一个航程距离 但英国也适合发展海泉 但是英国来讲它没有腹地 它就小小一个岛 所以它海泉曾经强盛过 但是很快的它就落寞了 那我们讲未来的海洋 可能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个就是航运 航运包括你要建设港口 你船舶 你航运路线的安全 等等这些都是海洋 我们要建设 第二个是海洋的资源要开发 海洋资源我们除了已知到的 漁业之外 另外我们现在也都知道说是 海底里面有很多的天然气 或石油或者矿产等在开发 第三个海洋可以开发的是什么 就是观光跟旅游 对不对 大家都希望到海边去玩 你看马尔地夫或那个地方 海洋的这种旅游观光事业 发展得也很好 也是一块很大的一个比 尤其中国现在它有能力建造那种 大的那种游轮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于将来未来发展海洋 旅游事业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紧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 海洋还有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发展的 就是环保 我们现在海洋面临是人类最伟大的资产 最重要的一个资产 但是现在来讲我们不可会言的 海洋面临很多污染的状况 所以我们怎么样将海洋里面 这些污染的东西清楚 包括垃圾袋 还甚至于近期的日本 这个排放核污水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让这个 环保能够成功 最后我要讲一个 就是海洋里面的这种生物 或者是说这方面科技的研究 我觉得对人类全体的未来来讲 也是很重要一个产业 所以我觉得大陆这次 办理这次的海洋博览会 其实对全体人类来讲 不管是经济或者人类的 也就是海洋博览会